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哈囉 大家好 那這一支影片特別要介紹的方法是訪談 在設計思考中 訪談是一個很常用的方法 我們會去問使用者他的經驗 他在做一些事情的過程中 他的感受是什麼 以及他是怎麼看待這件事情的 再來很重要的是 我們會問他背後的動機 原因會是什麼 問他為什麼這麼做 是不是有什麼希望達到的目標 願望 或是想完成的任務 那為什麼要訪談呢 訪談有一個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我們可以從訪談中知道 使用者他在做某些事情背後的理由是什麼 以及他為什麼要做這些決定 再來是情緒 情緒是一個很重要的點 我們要去找到他在使用這個產品 或是這個服務當中 他的感受是什麼 他是否感到快樂生氣 或是難過挫折呢 那再來是動機 我們要去找到是什麼因素 驅使的使用者 做出了這樣的行為 最後我們還希望了解 他的認知信仰 甚至價值觀 因為其實他說的事情 並不是他實際上做的 我們還是可以從這些矛盾的地方知道 在使用者的世界裡 他是怎麼看事情的 他做某某行為 在他的世界中 代表了什麼意義 在了解到他的想法之後 我們可以把這些材料 拿來進一步推敲 看看是否能獲得一些動見 當我們了解一個人的情緒 動機 甚至價值觀的時候 才能夠決定 怎麼樣的創新 可以幫到這個人 有時候一場深入的訪談 甚至可以幫助使用者 更了解他們自己 因為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 有很多事情或是問題 他們早就習慣 或者說適應了 那藉由我們的提問 有時候可以讓他注意到自己 某些有趣的細節 並在我的引導下 說出自己平常 其實說不太出來 沒注意到的需求 接下來我們要談一談 訪談之前要做的準備 因為接觸使用者的時間 是非常寶貴的 因此我們要好好把握這段時間 在去訪談之前 事前應該要準備好訪綱 也就是訪談大綱 這是一串事件設定好 我們準備要去問使用者的問題 那我們要如何 如何擬定出這份訪談大綱呢 我們可以大概分成三個步驟 第一步呢 我們會腦力激盪出 訪談的問題有哪些 團隊成員會先想好 要從使用者的身上 獲得怎麼樣的資訊 先想好想問的東西 然後盡可能寫下 所我想的到的訪談問題 不用預設使用者的回答 使用者有任何 你好奇想知道點 都不要擔心 問出來看起來很笨的問題 或覺得這個問題 每個人答案都一樣啊 在這個階段 我們不妨回到小孩子的心態 抱持著好奇心去訪問 那我們不如現在花一點時間 然後把覺得可以問受訪者的問題 都先寫下來 然後待會我們再花一點時間 整理一下 好啊 OK 那我們就開始吧 好 嗯 我想到一個是可以問他說 平常都是怎麼管理時間的 好 OK 欸 加注在你剛剛的這個想法 我覺得也可以先從 問他的需求是什麼 就是他有沒有這方面的需求 喔 感覺不錯 嗯 那我覺得還有另一個可以問的是 從反面來的問題 因為剛剛是問說他的需求 那我覺得也可以問說 之前有沒有管理時間失敗的經驗 所以來想像他上一次覺得 時間管理失敗的時候是 大概什麼樣 可以分享一下他的狀況 OK 那第二步 區分主題並排序 我們會將剛才想到的問句 根據主題 把相同的放在一起 並且為這個類別下一個標題 不如我們花一點時間來稍微整理一下 我們剛剛所發散的這些問題 然後我們整理完之後 也或許可以給這些問題 做一些分類跟下標題 好 OK 那 可以看一下 好 我覺得 像這個手忙腳亂 跟 趕時間這個 感覺是 同類的嗎 同類的 那你覺得他們算是什麼樣的類別 我想一下 應該是痛點 痛點嗎 對 就是時間管理上的痛點 對 了解 我覺得這個 失敗經驗這個也是跟痛點 蠻類似的 好 那還有什麼是痛點類的 失敗的經驗就是痛點類的 好 還有什麼可能其他有的分類 嗯 嗯 覺得有提到一些 像是這個 工具的東西 工具 為什麼用工具 用什麼工具 所以他們稱是工具類 工具類 工具類 那些週間週末都做什麼 這些感覺是他的習慣 或者時間分配 那個時間會做些什麼 的感覺是他的時間分配 好 還有 我覺得像這種功能類的東西 好像都比較偏向他期望的過癮 嗯 所以我覺得可以把它們 好 放在一起 像 功能類的 還有嗎 你覺得有什麼其他特別的 感覺 差不多 差不多 嗯 好 那完成分類之後 我們會再進一步去排序 那排序序時 我們可以思考 我們要怎麼切入主題呢 我們要先問過往經驗 還是先問他的想法 我們訪談的節奏要如何控制 這些都是我們在幫問句 排定順序的時候 可以討論的方向 那好的訪談 就像一次好的聊天體驗 我們將盡可能 以與使用者聊天的方式 來順過問題 確保我們的問題的順序跟內容 在聊天的情境當中 不會太過突兀 希望我們都能架構出一場 順暢有邏輯的對話 避免讓受訪者覺得我們 只是雜亂在湊合問題 或者是像一台讀稿機而已 或許我們現在可以來排定一下 待會我們要進行訪談的時候 這個訪綱的順序大概是什麼調整 不知道你們有些什麼想法 嗯 我覺得可能要先做個自我介紹 因為可能對方還不知道我們是誰 所以可以先做自我介紹 自我介紹要幫我們寫一下 那我們把順序貼在這邊好了 好 所以自我介紹完 感覺我們也需要介紹一下 我們這次的訪談的主要目的 對 要不要也寫一下 好 訪談目的介紹 我覺得在這個訪談目的介紹完 讓受訪者稍微了解我們 或許我們可以暖身一下 就是有一些比較暖身性的問題 沒有這麼直接相關的 那這個之後呢 覺得可以問些什麼 這個之後我覺得可以先問他 像是平時剛剛選到的 花最多的時間是在做什麼 花最多的時間 為什麼 因為我們要先去了解說 他平時在做的事情是什麼 然後他投入這個事情的時間 哪個是最多的 對我也覺得假如先問習慣的部分 感覺比較不會這麼樣子的直接 因為假如先問痛點的話 感覺他新房還沒產開 應該比較不會願意分享太失敗 或者收容找到這種比較尷尬的經驗 所以我覺得先從這種習慣 比較輕一點的問題開始 應該會是個不錯的方式 那再往下的話 或許我們也可以問像說 他會用些什麼樣的工具 還有工具 還有工具的功能 工具的功能 對 那或許在這邊一連串的問題 讓這個受訪者更願意敞開清房後 我們可以開始問一些痛點 那就選我們剛剛這個 上一次手忙腳亂的經驗是什麼 感覺不錯 這樣應該就是我們待會可以開始 進行使用這訪談的時候的一些 訪談的題目跟他的順序 第三步我們要來精煉問題 當我們把問題分好組 並且排序之後 可能會發現有些問題重複了 有些則是很突兀 花一些時間把問題精煉去入神經 並且你確認留下的問題 包含很多的為什麼 包含 可以敘述一下 你上次做某某事情的情況嗎 更重要的事情是 團隊可以在這個階段再一次的確認 為什麼問這個問題 用這個方式問 或用這個句詢問 真的可以得到我們預期的結果嗎 或者是這樣的問題 可以讓使用者自在地分享個人經驗嗎 以上就是我們在擬定訪談大綱時 所經歷的三個步驟 不過請大家不要忘記 並不一定要嚴格遵守訪談大綱 如果你在訪談時發現了一些有趣的東西 是你在訪談大綱中沒有設定要問的問題 那這個時候無論如何 你都要順著你的靈感順著下去問問看 那以上就是我們擬定訪談大綱的說明 可以稍微分享一下你大概都是怎麼樣管理你的時間 我 我都是用手機形式力在記錄的就是要做的事情 蠻好奇的可以有這麼多不同記錄事情的工具 你為什麼是選擇手機這個方式 其實我之前也有在用筆記本的在做紀錄 就是紙本的形式力在做紀錄 但是因為我本身是個就是紙本潔癖的人 所以我沒有辦法看到紙本上有錯字啊 或者是那個字很醜啊歪掉啊 或者是甚至就是放包包的時候會折到 所以我就很少會帶那個紙本的筆記本出門 所以最方便的還是手機 就是手機形式力的那個紀錄 可以稍微分享一下 曉雯你看到折到啊或者是錯字 這帶給你什麼樣的感受 我覺得很醜啊 因為很受不了天啊 為什麼就是要折到 我就不想要大家出門 就這樣 那假如是手機的話呢 如果是手機的話 我覺得它很方便的意思 它很方便是我很容易忘東忘西 如果它可以就是提醒 因為它可以提醒我 前30分鐘提醒我說 下一個時間有會議還是什麼的話 很方便 而且它家東西跟山土東西都不找痕跡 就覺得蠻好用的 謝謝你分享 謝謝 看完了這支影片 是不是對於設計思考 有更進一步的認識了呢 如果你有任何的問題 都歡迎你到底下留言 或是加入我們的臉書社團 一起與社團裡的其他朋友 進行交流與討論唷